2018歌手排名华晨宇在夺冠 张韶涵改编歌手排名为何没拿第一 歌手排名本周我是歌手华晨宇凭借原创歌曲我管你再次夺魁 张韶涵自从参加了歌手便受到了极大的关注 曾经的歌坛小天后再度登台 很多忠实的粉丝都希望他取得好的名次 再火一百 然而六场比赛里张韶涵一直没有夺冠 最多也只是获得了第三名 论成功他不比任何选手差 为什么始终不能夺冠 仔细观察一下张韶涵涵的选歌 能找到原因 第一期梦里花 张韶涵解释说选这首歌是为了表达 虽然这么多年经历了很多风雨 但是内心对音乐的热爱一直不变 单纯的心一直没变 第二期阿雕 张韶涵说 这首民谣很贴近我本身 他意境里的女孩子非常坚强 会让我想到自己 第三期全世界失眠 这首歌是张韶涵临时换歌 只用了一晚上排练 为的是像他心目中的那个他告白 后面三期的歌曲就不介绍了 大家发现没有 张韶涵唱的大部分歌都是那种偏安静 主要内心表达需要观众用心感受的 对于技术方面的展现就比较少 而像杰石姐 华晨宇唱的大部分歌 则能够很好展现他们的唱功 观众只需要用耳朵用眼睛就能被他们打动 不需要用心仔细体会 所以对比之下张韶涵就比较吃亏 因为他需要观众能够理解他内心的想法 理解他真正想表达的东西 观众才有可能给他投票 但是张韶涵的唱功其他歌手逊色 拥有着空灵般的歌喉 曾被誉为歌坛小天后 不过 张韶涵在参加歌手前曾经说过 我会选我想唱的歌曲 表达我内心的感受 而不会考虑是否讨好观众 李维嘉也对他的坚持表示赞同 他说 我是觉得 在这个舞台上 你要唱你非常想唱的歌曲 就是说你想唱的歌 你才能有感觉去把它表达 热衷于表达的歌反而能拿到一个好的名次 大家听得懂你在唱什么 希望张韶涵能够坚持自己的想法 经过六期的敬言 有越来越多的观众更加理解张韶涵的内心 希望他能够在接下来的比赛里取得好的名次 即便不能他依旧是我们最好的Angela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